76. 《文匯報》 張顏儀錯黑梅奪冠榮星新一者 2015年7月27日體育世界A31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潘志南 現年21歲的張顏儀 昨日已直落兩盤二比零戰聖葉佩妍 黑梅 奪得2015中銀香港羽毛球錦標賽的女單冠軍 此乃張顏儀在雙方三次交手中首度獲勝 望下月打好勢感賽者逆女單冠賽可謂是目前香港一者之爭 但勝出後的張顏儀要不敢當香港一者 自己實在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進 如技術和體力等 他連明年里約月內勞浩雲的入場圈也不奢望能得到 只想下月首戰勢感賽時打好首輪賽時 世界排名27位的師者葉佩妍 對今年排名升上24位和成績持續上升的張顏儀 以17比21和13時21分見負 去年和前年黑梅均能在體力較優下戰勝對手 至於藍丹 決賽由青澳小將李卓堯挑戰世界排名27位的師兄 英皇永奇 首盤文潰 R 震腳大亂 紀經堅苦台以23比21險勝 第二盤他即以快打慢 打亂對手節奏及放手 中以21比3大勝列寶冠軍 你在附加兩位現場 立即勝 最主席的ון